美国声称台湾没回归是因为我国不积极武统 中国最大的海岛自古以来便是台湾 但因为外部力量插手 它至今还没回归祖国的怀抱 最近这几年 我国在军事、科技、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而台湾的不少政客为了自身利益 被外国居心不良的组织所利用 鼓动台独赎典望族 不停地做些另亲者痛 愁者快之事 导致武统台湾的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而美国的专家也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做出分析 对中国为何迟迟不武力统一台湾 做出了分析 另听到他这番分析的人都陷入了思索和沉默之中 他到底说了什么 中国如今的实力 到底又何谓迟迟没有武力统一台湾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上 有着数不清的所谓的中立客观的民间分析机构 对国际局势 军事形势做出他们的分析 在他们自己宣扬的话语中 他们是绝对的中立的 但是这些机构的背后 都获得了来自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军方的资助 他们的分析报告 他们的各项数据结果 其根本还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美国专家的观点是 中国在下一盘大棋 而棋盘的对面便是美国 他们说 中国之所以迟迟没有选择用武力统一台湾 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原因 这些所谓的智囊团表示 我国在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官方并不是不想武力统一台湾 尤其是建国初期 那是中国解放台湾最为积极主动的时期 只是那个时候 受制于武器装备 尤其是海军实力雷弱 或者说当时的中国 海军就是一具空壳的状态 三军将士面对台湾海峡 只能是有心无力 后来中国 海军虽然实力大涨 但随着国家的发展 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多 除了枪炮舰船等武器外 经济 外交 地域政治等因素 都需要考虑进去 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 中国军队的海军已经有基本的规模 那时候中国军队其实就具备了强行武力 统一台湾的实力 但是在当时 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中国需要和世界接轨 同时也是中美建交后的一段互利互惠的时期 当时美国也对中国释放了善意 肯定和发表了关于台湾 使中国领土的各项公报 为了发展国家经济 为了给后面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铺路 中国政府选择延后解放台湾 站在他们的立场 美国专家看到的是 中国在纵横百合 在算计谋划 根据利弊得失做出的选择 就是延后动物解决台湾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在科技 军事 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 全面追赶上了美国 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一举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军飞预算 也排到了全球第二 一艘艘海军航母下水 一艘艘西一带战机飞天 东风系列不断升级换代 甚至是在太空领域 探月探火星 还完成了各种空间站的设立 对于一直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美国专家们而言 仿佛中国随时可以在太空中 建立起天机武器矩阵 从太空中向美国进行打击 在外界看来 拥有如此雄厚军事实力为支撑的中国 若是选择武力统一台湾 又没有美国 日本等阻扰的话 解决问题的时间 可能是按天 甚至按小时来算 但即便如此 中国依旧没有这样做 美国专家又分析了 说 中美之间已然发生了攻守意味 双方的战略方向 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中国台湾作为双方的博弈点 如今 反而成为了中国牵扯美国的筹码和手段 主动权其实早就掌握在了中国手上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早已陷入了被动 简单的说 就是他们判断 中国明明早就可以收回台湾 但为了把美国套牢在亚太地区 甚至是局限在台湾地区 这才故意不作为 为什么中国的台湾地区 能够拖住美国呢 因为美国支持台湾省的一些不法分子 妄图独立 而且之前美国已经投入太多了 中国方面维持原状 就是要消耗美国的财力 分散美国对世界其他事物的注意力 这就不得不说一句 这不是纯纯活该吗 人家的家务是 你舔着脸插手捣乱了多少年 就算如今是故意拖着你 那也完全是他自找的 长期以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团体 妄图用台湾问题来分裂和限制我国的崛起 在台湾问题上 他们多年来投入了大量的成本 为台独分子展台呐喊 各种大量无偿的军事援助 同时为台湾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和物资投入 之后更是对台湾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援 对于美国来说 在台湾这里 他们过去投入的越多 现在他们就越来越不愿意放手 因此 对于中国尽力以和平统一台湾的做法 美国就认为是故意露出破绽 或者说以台湾为吊儿 美国继续往台湾砸钱 其实美国自己也知道 如果继续在台湾投入 不论是军事援助还是经济援助 甚至是贷款之类的援助 大概率是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的 但如果让他们干脆放弃 那么前期投入就打了水漂 美国就此陷入继续加码 和干脆掀翻桌子的纠结中 对于台湾 美国不论投入多少 只要他不亲自下场 开启和中国的正面对抗 是绝对挡不住既定结局的到来的 美国智库在那里高升几乎 这是中国的羊毛 现在美国必须放弃过去投入的沉默成本 从台湾这里抽身而出 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另外 美智库认为 中国的这个策略 包含了东方智慧 借着国家为统一 未来还有战争的这种状态 来凝聚人心 凝聚军心 以此来团结人民群众 以东方的智慧来说 这便是居安思危的做法 若是天下安定 则望战必危 中国也正好可以以此为借口 不停地增加自己的军备 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 只要是有国际社会 指责中国军费预算过多 中国就能以台湾问题来解释 堂堂正正地拥有 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并让自己的军事实力 继续快速发展 中国迟迟不去用武力统一台湾 是在为自己不断强化军备 给世界安定带来威胁 保持一个看似 说的过去的理由而已 美智库的专家抛出这条结论后 当时在现场聆听报告的所有人 都沉默不语 大家都不是傻子 无论美智库如何美化美国的行为 把它弱化得好像个大怨种 但仍然藏不住它的狐狸尾巴 其目的无非就是怂恿中国动物 那么美国智库所谓的高妙分析和结论 真的是我国迟迟不出兵 用武力收复台湾 完成山河一统的原因吗 其实美智库的分析 是典型的西方思维 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按照他们的逻辑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利益高于一切 却不知道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之中 有许多东西远非眼前利益能比 比如寸土不让的爱国情谊 比如是非分明的道义 比如命折不弯的气节 比如悉心引导的同胞情谊 中国不动武 早期的确是因为实力不足 但后来却并非担心 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封锁 当年的朝鲜一战后 美国主导冷战思维 后来我国和苏联的关系 也因为各种原因降低到了冰点 整个世界我们似乎没有多少朋友 但即便是那种状态 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道路 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只要是和我国建立外交友好关系的国家 都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我国若是选择无力解放台湾 国际社会上有正义感的国家 都会支持早就该完成的统一 我国绝对不会陷入美国智库专家口中的那种外交困境中 至于所谓的经济制裁 当时我国有着世界工厂支撑 制裁我国 封锁我国的后果 便是全世界的生活用品陷入匮乏之中 别说美国的那些盟友了 就是美国本身 也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愚蠢决定 因此 惧怕所谓的经济制裁 而没有选择去武力解放台湾的观点 也是不成立的 至于美智库提出的 现在我们不去用武力解放台湾 是想要用台湾来牵制美国 消耗美国的实力 在美国各方面实力受损 并且在如今美国统治世界的霸权开始动摇之际 以此将其拖入消耗的深渊 借台湾来消耗美国更是无稽之谈 还有美国所谓的 台湾问题是我国增加军费的借口 更是荒谬至极 这种只站在美国立场 考虑美国利得失的论断 完全不能说明我国不选择武力 统一台湾的真正原因 我国选择什么方式统一台湾 什么时候解放台湾 都是根据我国自己的国家国情来做出选择 不需要美国来指指点点 反倒是他美国一再发出错误信号 为台独分子撑腰 导致两岸局势紧张 干涉我国内政 表现了他们的霸权主义行进的无耻 一边还装柔弱教区 认为中国策略导致他利益受损 奇怪的是 再怎么受损 他也不肯松口不咬就是了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 随着我国实力不断提升 我国依旧没有选择用武力统一台湾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和智慧 海峡两岸本是一家 一个祖宗名叫炎黄 若是开战 以武力统一台湾 不论过程有多么的顺利 但时代的伊丽莎 落在每个普通人的头上 便是一座山 武力解放的过程中 必定会有流血 会有牺牲 而这些流血和牺牲 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这种让同胞亲人流血 让境外敌对仇人拍手交好的事 我们当然是能避免便要避免 第二个原因便是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我们都知道解放台湾 不论用什么方式 必须得自己有实力 过去不动手 或许便是在积累实力 现在不动手 是实力已经积累够了 到了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地步了 既然如此 就更没有必要动武了 第三个原因 其实也算是一个根本原因 那就是大陆和台湾的割裂 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 故意导致的 想要借此来打压我国发展 解放台湾 从来不是大陆军事实力 和台湾军事实力的对比 从一开始 就是我国和美国的实力对比 我们隐忍发展多年 如今在某些领域 或许已经有了和美国抗衡的实力 但整体而言 我们还需要时间 当我国的整体实力超越美国时 则台湾问题自然是迎刃而解 我们我们要做的 是保持和平发展 提升国家整体实力 分解美国的霸权 同时加强文化输出 让台湾的年轻一代 认识和了解真正的历史 而不是被美国控制的台独分子 篡改后 数点忘足的历史 最近有一条振奋人心的新闻 出生于台湾的跆拳道选手李东县 在今年的一场国际比赛项目上 获得了奖牌 当他登上领奖台时 展开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这一举动震惊了世界 台湾的年轻一代 只要能了解历史的真相 就一定会站在 国家和平统一的道路上 贡献力量 我们也应该给这样的 台湾好青年以支持 给他们以时间 和平统一 或许没有让外国势力的 各种算盘如意 但却是最符合 中华儿女情感和利益的 解放台湾 统一山河 我们一定要按照 我们自己的节奏 按照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 和需求而定 主动权 应该在我们自己手中 而不是被被人牵着走 对这一切词